凡做功德及时回向法院 实际 意义者把百页经的次序排得很好 前面每篇都是谈生闻成人的成就 说了这些人的成就都有前因 才有现在的结果 那么后面的多篇又在讲大成 也就是在讲佛成 再说大成人他们种因的时候 都是怎么种的 我们现在的佛弟子 也应该都去看一看 人家是如何做的如何发愿的 他们在发愿之前 都是以极大的功德去发愿的 比如他们见到佛后就供养佛 他们在极大的供养形成的极大功德以后 便及时发愿了 其实他们都在身体力行的在告诉我们 也应该如事去做 佛注释的时候可以这样做 佛离开的时候 我们只要这样做 都可以种下一粒圆满的因 无论是供养的功德 还是持戒的功德 不管是什么功德 都可以发愿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什么非得发愿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呢 这是一切佛最初因地的时候 必须要下的一粒种子 因为没有这一粒种子 就没有一切佛 一切的佛菩萨都是先从这一粒种子开始的 第一步发愿 希望我们在成就自己极大功德的同时 不要忘了及时回向发愿 愿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感恩你的观看聆听 欢迎关注 订阅及分享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愿